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殷辛! 80年代出国大潮中西别影坛的十大女星 1981年,殷辛在《骆驼翔》字影片中扮演被逼为称的小福子,出现表演才华。 在电影《大桥下面》,《血》总是热的两部影片中仍为配角,其细腻,哀怨的表演风格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影坛的地位。 80年代中期,殷辛也不出国大潮的后尘,远渡重阳,到美国定居。 朱碧云,虽然人们印象深刻主要的影片只有一部胭脂,但美丽娇柔的他却使人难忘。 她是标准的杭州美女,烂漫如花,甜润如玉。 1983年,后朱碧云退出影坛,告别了曾经记录了他美好青春岁月的大荧幕。 1979年,张玉玉与刘晓庆合作演出了电影《婚礼》,这是她的荧幕处女作。 她毫不娇柔作作的表演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,也使她顺利地进入了影坛新秀的行列。 80年代中期张玉玉逐渐从观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,现在人们也不知道她的去向。 。 梅是伴随着生活的颤音的哀碗的小提琴的旋律走进影迷的视线的。 《冷梅》虽然只演了料料几部电影,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。 拍摄于1979年的《生活的颤音》是她的成名作,她的美丽,她的时尚,她的气质。 1982年之后,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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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80年幽灵轰动了影坛,影片的女主角夏争兰是由邵慧芳扮演的。 后来的84年和85年,邵慧芳又相继参加了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角所下的交易的拍摄,但都没有更大的表演突破。 此后,邵慧芳便从荧幕上消失了。 在80年代,程晓英可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。 仅仅拍了两三部电影就不知去向的他,却成了影迷挥之不去的偶像。 当年的一部电影因为他获得了观众和专家一致的好评,剧中他扮演的日本人森夏光子高雅,柔美。 1983年任夜相在《青春万岁》中扮演女中学生杨强云。 《青春万岁》是他留给观众的一个最青春与美丽的身影,此后,他逐渐淡出影迷的视线。 吴玉芳1984年在著名导演吴天明指导的影片《人生》中是女主角刘巧珍,她的表演质朴准确,细腻深沉,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形象,博得了观众好评。 《名不见经众》,《名不见经众》的吴玉芳因人生一炮打响,喜夺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蒋桂冠。 八十年代末期,吴玉芳和江家良结为抗力一同出国深造。 1982年在故事片《飞来的仙鹤》中饰演芭蕾舞演员白露·张伟欣的自然质朴的表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,影片供应后,受到好评,并获得了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。 1983年,张伟欣在故事片《香音》中饰演的贤惠,对丈夫百里百顺的农村妇女陶春,她准确、细腻、恰到好处的表演,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 80年代随著出国大潮离开了影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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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